拉莫斯谈起组,选择在顶峰时候离开。 感谢两年半的执教。 直播吧5月31日讯!北京时间5月31日19点,黄马主席弗洛伦蒂诺与奇达内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,会上奇达内宣布自己不再担任黄马主帅。 不久前其组刚带领黄马在基辅击败李悟普夺得欧冠,取得了欧冠三连冠的伟大成就。 对此,黄马队长拉莫斯在ins中写道:"老大,之前作为一名球员,现在作为一名教练,你都决定在自己的顶峰时候离开。 谢谢你两年半的执教、工作、爱和友谊。 虽然你离开了,但是你留下来的财产已经不肯磨灭。 我们心爱的黄马历史上最成功的章节之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